在香港电台作为公共广播时 它必须全部都是市场考虑 要做一些小众的节目 令社会的价值体现多元化 问题是香港电台尤其是电视的部分 收市真的不一样 有统计显示收市只有0.1 甚至黄金时段的收市可能只有0 零也不代表没有人看 可能只有3,000人看 即是少过6,455人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亦有意见认为死 用这么多的公帑投入 但没什么人看 小到几乎是零 不然一不做二不丢 干脆把香港电台剪掉 将整个广播服务交给信机构人的营运 你又怎样看 这个我不同意 我们香港电台一直以来 在若章没有追求收市 它说我们不受失业影响 就是希望有空间 去发展多些节目 你最近说的收市低方面 在审计报告是有提出 我们亦正在跟进 即是同事跟进 所以未来希望能够做多些 例如学家台湾的体育 都是音乐的节目 很多好的节目 例如过去年的河水足球 去年 原本是没有人播的 终于我们是播了的 所以很多方面 港台是有它的空间的 不过我刚才也想提出一件事 在香港今天争拗比较多 互信比较低 大家一定要走回去 香港最核心价值 就是我们的法例 法治 规管 去挥回基本部 跟回约章所说 大家跟着约章 希望大家拉在一起 这是顾委会很希望做到的工作 所以我们希望 站高一点 看远一点